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宇 为你解说好电影 愿你天天好心情 进入21世纪初始 长盛不衰的美国雪江片有三个 死神来了电剧惊魂和致命弯道 其中致命弯道是以雪江和残虐而出名的十人族题材雪江片 每一部的剧情都可以概括为 一群喜欢冒险的年轻人进入了一群畸形人的领地 两方便展开了一场猫鼠游戏 今年是距离致命弯道第六部上映后的第七年 所以全新上映的这部致命弯道2021也称重启版 这次重启究竟有没有超越和突破前系列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部致命弯道2021 里面没有畸形人吃人的激情 雪江场面也不多 但核心还是野蛮部落的猎杀与逃脱 一群同样是喜欢冒险的年轻人 共同前往西福尼亚州徒步旅行 同行的六个年轻人是三对情侣 其中主角CP是一名白人美女真和他的黑人男友达瑞斯 还有一对异族夫妇亚当和米拉和一对男童恋人 其中一个男的还是亚裔 这年头老美的人权运动愈演愈烈 美国电影多多少少都得占点女权 同性平等种族主义的因素来表达 他们一行六人来到某山区旅游 他们决定今天在山下的小镇住一晚 明天休息好再去登山露宿 在旅店办理入住手续时 老板娘看六个年轻人是外地人 好心的提醒他们要沿着有标记的道路走 众人不以为意晚上六人去了酒吧消遣 一个白发老头过来打招呼 问他们需不需要向导 并再次提醒几人 山上乱走可能会遇到危险 但年轻人年轻气盛 不仅不听老头的劝告 反而和老头因为言语不合发生了争吵 把老头气走了 这伙人看到有一个人奇怪的站在他们的车旁 已经有点喝醉的亚当 因为刚刚那个老头还憋着气 冲着那个人就把酒瓶扔了过去 回到房间后 他们的窗外又有一道黑影闪过 第二天真起早去跑步 在小镇的街上碰到个卖手工制品的奇怪女人 但是真看着手工制品挺好看 还发现这女人的女儿头上的饰品也很憋致 于是就买了个手工制品 还跟奇怪的女人的女儿打了招呼 真回到旅店后同班们都准备好了 于是中午六人换好装备向山上走去 上山后大家看到了瀑布 悬崖 森林 玩的那叫一个高兴 他们把昨天老板娘和老汉的话忘在了脑后 转条小路走 真的男友达瑞斯更是突然提出 要去寻找一个不知道在哪个街角嘎达的战争遗址 但是这伙自命不凡的年轻人 充分发扬了不做死就不会死的精神 纷纷支持达瑞斯的决定 六个人在路上走了半天 另一对情侣中的女生米拉还差点掉下了山坡 走了四五个小时后 大家终于开始不耐烦 达瑞斯心里知道多半是迷路了 正想让大家远路返回时 突然山上就传来了动静 一根大木头从坡面上快速的滚了下来 原来他们闯入了野蛮部落的狩猎区 所有人连滚带爬的往山下跑 很快 男同情有中的一个 领到了本篇第一个盒饭 这哥们的五官被大树挤压在了一起 看着还是很有恐怖片氛围的 此时小情侣米拉 还有闲心指责男友亚当 抛弃他单独逃跑 总算有人想起了要报警 可惜手机没有信号 而珍看到远处有人在监视他们 但是瞬间就消失了 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看错 无奈他们只能先在树上留下记号 之后远路返回 可是走到了天黑都没有找到下山的路 显然是迷路了 无奈的他们只能撑起帐篷在山上过夜 夜里真被雷声激醒 一道闪电划过 他又看到外面有个影子 定睛再看又什么都没有 十分诡异 一觉醒来亚当发现米拉不见了 珍觉得米拉可能去尿尿了 经过昨天 亚当着急的要去找米拉 却被绊了一下 才发现昨天大家睡在了墓地里 仔细一看 发现墓地立于南北战争之前 大概有十来户人家 还有人祭拜过 搞了半天是睡了别人家的祖坟 更令人恐怖的是 他们的手机都不翼而飞了 这时珍联想到了昨晚看到的黑影 亚当觉得他们一直在被监视 突然珍看到了卖手工制品女人的女儿 亚当认为 这女孩身份不简单 或许知道米拉的下落 于是追赶女孩 追着追着就中了陷阱 被铁链锁住脚 拖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达瑞斯想救她 却被里面的毒蛇吓了回来 正用衣服做了记号 剩下的三人决定下山寻求帮助 他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破房子 里面全部都是废旧手机和登山设备 还有斧子捕兽夹灯武器 很显然 这个山里还有野人居住 并且在他们之前 已经有很多游客遇难了 突然他们看到了两个穿着吉利服 戴着骨头面具的人 正扛着亚当 不知道要带去哪里 达瑞斯带头抄起家伙就冲了上去 两个野人放下亚当 吉利呱啦的不知道说了什么 因为言语不通 侦探们完全听不懂 就在两边对峙时 争论不休 醒过来的亚当 从背后敲死一个野蛮人 亚当认为 米拉已经被他们害死 上路之下 垂爆了野蛮人的脑袋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另一个野蛮人 已经偷偷溜走 正当几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 失踪的米拉 好端端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原来米拉尿尿时 看到的野蛮人 在监视他们就躲了起来 米拉虽然听到同伴的呼唤 但是她没敢出声 这样来说 亚当就是杀了人 众人犹豫不决 应不应该报案 亚当自然不想年纪轻轻就去坐牢 一阵游说 最后他们决定立即下山 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可是做了坏事 哪能不被发现 这一切被他们身后装成枯树的野蛮人 看在眼里 他抓走了走在最后面 幸存的那个同性情侣 之后 更多的野蛮人从地上爬了起来 亚当看到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开溜 米拉看男友跑了 也跟着跑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 被陷阱里的木桩子刺穿了身体 亚当就在洞边瞅着 米拉苦苦哀求 最终这个闹肿自己跑了 他就这样被追过来的野蛮人一箭射死 剩下的私人被火捉 带到了野蛮人所居住的部落 真看见了 在镇上卖手工制品的那对奇怪的母女 原来 他们也是这个部落的居民 奇怪女人还是部落组长的女儿 部落组长决定 以谋杀罪名 审判亚当 那个被打死的野蛮人的弟弟说 他们正检查陷阱 发现了亚当 于是决定好心把他带下山 但是半道却遭到了这些人的袭击 哥哥还被打死了 组长问真 谁是凶手 真为了维护同伴没有说话 但是那个小女孩 指认了亚当就是凶手 于是 组长决定判处亚当死刑 亚当临死最后一搏 拿刀挟持了小女孩 没想到被小女孩一刀偷袭 最后 亚当和他打死的那个野蛮人一样 被砸碎了脑袋 而真等人被判定为从犯 那对打酱油男童剩下的那个 被组长用烧红的铁棍捅瞎了双眼 眼看就要轮到达瑞斯了 这时 真做出最后的努力 说小黑是设计师 他能设计建造房屋 可以改善部落居民的生活 组长心动了 但是也来了句灵魂拷问 那你呢 你可以带来什么 最后真看了眼达瑞斯 屈弱的说自己健康没病 可以给人当媳妇生孩子 最后这两人都被留了下来 真则沦落为部落的生育工具 最后成了组长的女人 六个星期后 只有带有主角光环的真的父亲 科斯特发现女儿失踪了 决定只剩一人 来到镇上寻找女儿的下落 其他人仿佛孤儿 爹不清娘不爱的 科斯特先是到警局报案 然后在小镇到处走访 询问有没有人见过他的女儿 碰到酒吧那个 和他们起过冲突的老汉 说看见他们上山了 还说如果他们失踪了 就很难再活着 善良的旅店老板娘都告诉科斯特 山上有个名叫建国会的部落 当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 十几个家庭收拾行李和上山 他们害怕美国从此完蛋 想要保留住他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他们认为 美国完蛋时 他们就是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现在山上住的就是当代这群人的后人 他们世世代代在山上生存 自给自足 任何外来者都会遭到血腥的屠杀 老板娘告诉斯科特这些 就是想打消他上山送死的念头 但是为了救女儿 他还是决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老板娘只得给他介绍两个导游 还花了五千美金 他们俩和建国会有过节 虽然经验丰富 一个导游还是掉入了陷阱 另一个导游救人时触动了机关 两人纷纷被头上的钉板砸死 得亏斯科特是跑得快 逃过了一劫 晚上的时候 斯科特也毫无悬念地被抓住了 他开枪式 击扶一些野蛮人 招出自己的女儿 这时 珍和一伙野蛮人出现了 还射箭伤了自己老爸的肩膀 珍为什么要射救自己的爸爸呢 难道被洗脑忘记了过去吗 按照野人部落的规矩 擅长者要被处以死刑 科斯特被关进地牢中 等待第二天被处死 半夜三更 珍偷偷地打开了地牢 放出了父亲 果然女主怎么可能 这么容易就屈服呢 她忍辱负重 就是为了等待逃出的时机 受伤父亲 只是为了让家族放下警惕 紧接着 珍找到达瑞斯 打算一起逃离这里 结果万万没想到 达瑞斯才是那个被成功洗脑的人 她竟然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珍和父亲想要通过大门逃跑 却不成想 平时不锁的大门 今晚上却上了锁 这一切被那个小女孩看在眼里 珍无奈 只得请求小女孩的帮忙 好在这个小女孩是个善良的孩子 她告诉珍 穿过地牢就可以找到下山的路 女孩带着珍和父亲 小心翼翼地在地牢里走着 这时意外碰到了一个 正在折磨犯人的野蛮人 女孩有了不少 珍则开枪解决了她 虽然这个洞隔音效果不错 暂时没人发现 但还是加快了步伐 然而还没走出去 珍看到了自己的同伴 那个同性情侣 在洞里接受着暗无天日的折磨 她不忍心看好友被折磨 还看守着她解脱 但是这声枪响 也惊醒了部落的其他人 纷纷出来追捕他们 最后关头 两人跑到了树林边界 遇到了那个酒吧的老头 老头带着一伙人 拿着重武器来找建国会报仇 顺手救了他们俩 临走时还放了把烧山的火 最终父女二人 逃离了野蛮人的部落 回到了城市 几个月后的一天 挺着大肚子的女主回到了家 居然看见了部落里的那个小女孩 其实在逃跑的时候 珍就已经怀上了组长的孩子 很明显组长是来要挟她 让她回去的 不知情的后妈向珍介绍 这是我们的新邻居 珍拿出刀救过组长 站起家来 再一番打斗后 后妈和两个弟弟都死了 珍也用刀捅死了组长 此时躺在雪坡中的后妈 突然说起了话 哦 原来这都是珍自己的歪歪 随后珍让后妈和弟弟离开 为了保护家人 她让组长承诺 永远不伤害自己的家人 自己就跟她回去 组长答应了珍的请求 她跟随组长走出了家门 上了一辆房车 她心里知道 生下了孩子就是她的死期 于是在路上 利用部落里学到的狩猎技能 首任了组长和族人们 唯独留下曾救过她的小女孩 整部电影就是在说 现代人和原始人的冲突 奴医和解放的冲突 最后女主留下孩子 和拯救土著小女孩 可能就是表现一种人文关怀 上一代的宠恨 不要波及下一代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